非说不可 昨天5月5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日子 对缅甸来说 主要是PDF人民国防军成立了两周年 缅甸NUG民族团结政府代总理杜瓦拉希拉表示 在两年的时间里 人民国防军PDF已经在全缅甸建立了300个营给单位 并在250个乡镇组建了以社区为基础的人民保卫队 PDT还没有说到具体的人数 之前有各种的报道是25万 那我们就简单的一个换算 如果一个人是300人 那就是15万 如果是1000人就有30万 我们用简单的一个数学换算 尽管杜瓦拉希拉在讲话当中 没有透露人民国防军PDF和人民保卫队的PDT的实力 但表示战斗力已经优于了缅军 可以划分为军区单独折战 也可以与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一定程度的配合 实现了联合指挥体系 人民保卫军 国防军之前是防卫的形式 但现在已经完全进入了反攻前的阶段 这将取决于资金和战略装备的可用性 在武器方面 一定程度上的知识武器 已经代替了最早的原始的手工生产的简陋武器 但要生产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杜瓦拉希拉也表示将努力做到可以生产出 能够预演缅军正面作战的弹药和武器 此外还需要获得足够的战略武器来进行反击和防空 因为缅甸现在空军唯一的一个优势 对于两年来帮助少数民族的武装组织 杜瓦拉希拉也表示了感谢 并悼念了为人民战争而牺牲的人民国防军PDF 同时民族团结政府总理 茂恩坎丹也表示 2023年是变革的一年 人民国防军已经能够在各地的部署 面对缅军已经取得了胜利 在不久的后来 在不久的将来 将推翻军方的军事独裁政权 他表示人民国防军需要时刻保持警惕 遵守军队的规则 永远以缅甸人民的利益为中心 为自由正义平等人权和联邦的民族而战 这是我们看到5月5日最重要的一个信息的分享 就是坚定了更多的人相信人民国防军PDF取得胜利 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和数据分享给大家 今天美国军方情报机构首次发表了关于缅甸军方的信息 之前都没有啊 这次是比较正式的揭露了整个事件的过程 缅甸军方政变之时 共有军队37万人政变 经过两年多离开部队的 投奔革命的 战争死亡的 受伤的 共减缘了22万人 目前还在编制的 只有15万人 以无能力掌控缅甸整个的局势 连曼德勒外围都渐渐失去 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内比都周围也都是不安全 包括内比都也有更多的袭击发生了 包括他们军方的机场也是频频的被袭击 还有他们的这些中上层的很多在职的军人也好 还有退休的军人也好 都被枪杀了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是败退之项 已经显露无遗 这是一个事实 缅甸作为一个67万平方公里 缅甸作为一个67万平方公里的一个国家 其实面积不小了 在世界排名也是比较中间的位置 在东南亚土地面是第二大的国家了已经 所以这剩下的15万人分配到各个地方就没几个人了 他还是要重点保护 阳光内比都那样人数更加分散 因此军人的梦想已经破灭了 政变其实已经失败了 是无法挽回的败局 坏人头目 明昂来也无可奈何 在22年底就去年年底 伴见了他的恩师 他的人生中的贵人 单衰 前独裁军人单衰 其实他们也是一丘之鹤 希望军人能够掌权 但是到了如今已无退路了 只能企图以谈判来解决 恢复民主联邦 NUG来执政 保留军方之前在政府中的地位 等以后有机会再政变 就像一个杀人犯杀了人 要求赦免 表达他个人的意愿 他们也真的在想象人生吗 会得到人民的原谅吗 我们也看到前一段建军的时候 单衰还无登胜 明昂来也在下跪给这些老的军阀 也是想把他们告诉他们 自己快扛不住了 所以呢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神上的蚂蚱 大家必须团结一致吧 也是这样的 要不然他想作为老大 还下跪 我看到给乌登胜的照片是不是 都非常反常啊 而且最近他也是情绪比较崩溃 也是接见了各种宗教团体啊 也希望得到这些大和尚的法力 希望佛祖的庇护 因为缅甸这个国家 他们内心表面还是很虔诚 这些军头们 但是我们知道军头们对宗教信仰 那都是一个借口 都是他们利用的一个媒体 我们还分享一个事情 最近在兰达亚一带 现在军方和警察就截这些摩托车 因为截了之后呢 每个人又要交保护费 再让你骑走 是12万还是20万免币 那你看看 你想想在兰达亚那个地方 比较空阔 没有摩托车的话 去哪都不方便 尤其缅甸现在这个情况 大家兜里也没有钱了 你一样截了他的车 又是要他交保护费 10万也好 对吧 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而且我们刚才也说到 军人现在的所有的行为 他们上层已经可能是 无法去掌控更多的情况 那下面的人也就赶紧捞钱啊 我相信他们现在兰达亚 我这件事情就能反映 基层的这些警察和军人 也知道自己之后的结果 所以抓紧捞钱 想到退路还是怎么样 能看到军方现在这个局面很难把控 你想缅甸军人 现在缅甸市民这个经济情况这么差 你包括在斯干亚这么去轰炸平民 你这些行为就不是要在治理这个国家 不是在安护民众 而是在激化矛盾 那我们也看到今天在华人圈中文媒体上 还有缅方随后也报道了这个事件 我们就不知道背后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重大的事情 紧急通知2023年5月6日起 联合国工作人员 大使馆工作人员 国际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除外 其他旅客禁止到访拉序 以上工作人员到访需要提前两天 将名单发送给航空公司 这个未来的情况 缅甸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看来大战要来临了 更多的剧烈的斗争还要将继续 你们对这个最新的报道有什么感受 可以在屏幕下方说出你们的看法 就关于去拉序要备案这个事情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